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爆料了知名的女艺杨蜜之所以会有那么好的身材 是因为每天的食物都只吃沙拉一样东西 而这个爆料的网友则自称是杨蜜在新剧中的状发助理 然后让这一条消息纷纷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据杨蜜的这一位助理透露了 在平时日常当中的杨蜜她的主要食物就是基本以吃沙拉为主 而杨蜜的那种自律精神真是好到了让所有人都能敬佩她 因为当她遇到了自己很想吃的食物时也只是最多吃上一小口而已 因此她的身材真的是好到了爆炸并且还不属于那种干瘦的类型 然后这一位助理还称到了在每天的相处里面 她发现了杨蜜作为一个顶流的女艺人 却为人十分的谦逊从来不跟工作人员耍起大牌来 而且她的性格看上去也是十分的可爱 在私下的时候说话也非常的有风趣 这一点真的让人非常喜欢 紧接着这位助理还在发文的最后面 晒出了一张自己跟杨蜜合影的照片 不过她的这一张照片疑似出现了翻车的现象 而引来了网友们的纷纷热议 从这位助理分享出来的照片中 可以看到了她比杨蜜要矮上半个头 而头部看上去也比杨蜜要小很多 犹如扫上了一圈那样子 因此他们的这一张合影照被一小部分的网友们 纷纷调侃为了杨蜜的脑袋 居然要比素人大很多让人感觉十分的意外 然而也有一些网友认为了 这位助理在拍摄完这张合影照之后 使用了修图的软件 故意把自己的头修得比杨蜜小 因此在留言区的下面 网友们都纷纷质疑了她在使用修图的功能 并还说到了哪些部位和哪些地方都进行了缩头 所以就有了这一次的 杨蜜与别人合影却被爆料出了头比别人的大 身材也比别人的稍微差了一点 但许多的网友也都知道的 杨蜜当下作为国内的顶流女艺人之一 在娱乐圈中 也是一个最具有话题热度的女明星之一 了解她的人都知道 在她出演过的众多作品当中 几乎每一部都会成为现象级的爆款 从而让作品获得十分不错的收视率和口碑 而且她在身材管理的方面上 也一直都超级的自律 就像刚才的那位女助理说的那样 几乎每天都只吃沙拉为主 遇到了自己特别想吃的东西 也只是小吃一口而已 因此她能够拥有如此完美的身材 和一直都保持着苗条的状态 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记得就在几天前的时候 她还分享出了一张 现身某活动庆典的照片 她在活动当中 身穿了一件金色的超短裙 而大秀出了自己的完美身材 以及那性感迷人的大长腿 甚至当她站在舞台上说话的时候 还被拍摄到了一张 那腿看上去要比小腿还要细的照片 纷纷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不过好在她的上半身 却是瘦得十分均匀 因此在许多人看来 她并不属于那种古瘦如柴的身材 而是瘦得十分协调 这一点让所有的女孩们 都纷纷表示了羡慕 那么你对于这一位超级自律 并且拥有着十分完美身材的养力 有什么不同的个人看法和评价呢